哈喽各位小水手们 欢迎来到我的宝贝方舟 我是哈哈船长 我身边这只可爱的小花莉鼠 是我的大副伯伯 伯伯 快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嗯伯伯伯伯 奇怪了 伯伯去哪里了 伯伯伯伯 船长传长都准备好了 方舟可以起航了 伯伯你看 今天有好多小水手 要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哦 哇好多小水手哦 哈喽各位小水手你们好 我是花莉鼠伯伯 欢迎你们加入今天的冒险行列 时候不早了 大家赶紧登上宝贝方舟吧 我们要出发咯 小水手们准备好了吗 大家坐稳咯 我们要起航咯 哈喽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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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头话 看见天空打招呼 嘿哟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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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屁股听见浪花小饭 起航咯 嘿哟 对着直觉的眼睛 可勇敢一可多 穿上平安的鞋 爱梦还来不及 小朋友我们出发咯 哈喽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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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头话 看见天空打招呼 嘿哟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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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屁股听见浪花 我们出发咯 大家快看 圣经故事岛就在前面了 小水手们 圣经故事岛就快到了哦 老大 船靠岸了 我们要准备下毛了吗 好的 各位小水手们 大家快一起来帮忙 我们要准备下毛咯 老大 靠板我已经下好了 我们可以下船咯 大家快来 OK Let's go 大家快下船吧 这一集的宝贝方舟节目 是由旧式传播协会 空中英语教室 赞助播出 今天的圣经故事岛 天气阴阴的风好大 天上还有好多乌云 该不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吧 不不 你实在是太敏锐了 今天的天气啊 就跟我们等一下要说的故事一样 高潮迭起变化多端哦 哎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感觉天气怪怪的 我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他们生活的很开心很幸福呢 你说的没有错哦 上帝很爱人类 上帝就依照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亚当 又看见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 就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配偶给他 那个人叫做夏娃 这个配偶就是来帮助亚当的 自从亚当和夏娃一起居住在伊甸园之后 他就再也不会感觉到孤单和寂寞了 这样不正好吗 他们两个可以互相陪伴 一起创造许多开心幸福的回忆 船长 你刚刚说有事情要发生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伯伯你不要急嘛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伊甸园 探望亚当和夏娃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咯 伯伯你记得吗 在美丽的伊甸园里 有各式各样的果树 可以让亚当和夏娃随意的吃 当然记得啦 上帝想的很周到呢 是啊 在园子里有一条河 轻轻的蝉果 河水干净又清澈 正好可以滋润和灌溉这些果树 使它们可以长出鲜美多汁的果实 让亚当和夏娃享用 自从第一天 上帝把亚当带进伊甸园之后 就把看管园子的工作交给了亚当 所以亚当是一个管家呢 那个时候 园子中所有的花草树木 蔬菜水果 还有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 全都归亚当管咯 嗯 上帝实在是太信任亚当了 真羡慕他可以当管家 上帝什么事情都交给他 是啊 而且上帝还特别提醒亚当一件事情 亚当 这个园子里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随意摘来吃 但是 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千万不可以吃 亚当听了之后 抬头看了一下那棵不能吃的树 他感到特别的好奇 为什么不能吃那树上的果子 如果我和夏娃吃了会怎样呢 唉 如果你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就必须离开伊甸园 也不能和我在一起了 原来如此上帝 我知道了 我一定听话 绝对不吃那一棵树上的果子 亚当 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 小水手们 你们猜猜看 在伊甸园里 有一种动物 他非常的狡猾 会是什么动物呢 嗯 是狐狸吗 还是老鹰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是蛇 是蛇对不对 嗯 伯伯 你猜对咯 就是蛇 蛇在伊甸园的园子里 可是魔鬼的化身呢 而且魔鬼啊 他可是专门害人 骗人的大坏蛋 蛇的心里面呢 充满了嫉妒和骄傲 他不喜欢看见 亚当和夏娃生活的开心美满 更讨厌看见他们 这么听上帝的话 波波 你看 我刚刚才说到蛇 那个大坏蛋出现了 哦 这个可恶的大坏蛋 他该不会要做什么坏事 害亚当和夏娃吧 哼 有什么了不起 上帝叫亚当不要吃那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我就非要试试 看看亚当和夏娃 是不是真的这么听上帝的话 嘿嘿 如果他们种了我的计谋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他们就必须滚出一点圆 不能跟上帝在一起了 上帝一定也很伤心的 这只蛇实在是太坏心了 一肚子的诡计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你看 那个大坏蛋准备要去找夏娃了 嘿夏娃 你好吗 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 哈哈 谢谢你的赞美啊 咦 亚当呢 他不在啊 怎么只剩你一个人呢 哦 他进园子里去照顾果树了 哦 这样啊 夏娃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呢 你想问什么呢 请说吧 听说啊 上帝曾经告诉过亚当 这个园子里所有的果子 你们都能吃 是真的吗 哎呀 不是这样的 上帝是说 只有那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不能吃 其他的果子我们都能随意吃啊 哎 夏娃 你该不会真的相信这样的话吧 当然相信啊 这是上帝亲口对亚当说的话 哎哟 我说啊 夏娃 你也太傻 太天真了吧 就算上帝这样说 他也不一定真的就把你们赶出一点园呢 哼 你不要胡说 老大老大 你看 那个可恶的大坏蛋 在怂恿夏娃做不该做的事 那那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快点帮帮夏娃 老大老大 你快点阻止他 伯伯 你急也没有用啊 这个伊甸园啊 是上帝为亚当和夏娃预备的 除了上帝和生活在里面的动物以外 我们说的话 他们是听不见的 哎哟哎哟 看得我快急死了啦 希望夏娃不要上当才好啊 夏娃 你不要误会 我可是在为你们着想啊 上帝一定是怕你们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 你吃以后变得太聪明了 才不准你们碰的 真的是这样吗 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 就会变聪明了吗 哦 当然啦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们就会变得跟上帝一样聪明有智慧了 哦 惨了惨了惨了 夏娃真的相信大坏蛋的谎言了 对啊 夏娃已经开始半信半疑上帝叮咛的话了 哎呀 你看 它现在呀往那棵树走过去了 这些果子闻起来好香 看起来多汁又漂亮 如果我和亚当都吃了 我们就是聪明人了 没有错 你不要再犹豫了 你就试试看这果子 它尝起来可是鲜美多汁呢 滋味难忘 别忘了 也让亚当尝一尝哦 它一定会喜欢的 小水手们 你们发现了吗 夏娃已经中了毒蛇的计谋 它真的摘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吃了 还准备呀 还准备呀 要带一些去给亚当一起分享呢 嗯 这些果子真的又香又甜 和其他的果子滋味都不一样 我得带几个去给亚当吃 免得他整理圆子肚子饿了 老大老大 夏娃 夏娃要去哪 他怎么跑走了呢 不不 你忘了吗 夏娃和亚当 他们是伴侣啊 他们可是要有福同享的 所以夏娃现在啊 已经带着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去给亚当吃了 哈哈哈 我等着看好戏上演了 亚当 亚当 你在哪 夏娃 我在这 我在这修剪树叶呢 亚当 你看 我为你带点果子来了 你可以休息吃点东西 夏娃 你真是太贴心了 我正好肚子饿了呢 啊 坏了坏了 亚当肚子饿了 连问都不问 竟然就大口大口的吃起了果子来 啊 怎么办啊 就是啊 亚当和夏娃 已经完全忘记上帝曾经提醒过他 他们的话了 都是那个可恶的蛇大坏蛋了 满肚子的坏水 到处害人 他又跑到哪里去了 波波 那个魔鬼化身的毒蛇 现在啊 应该躲在园子里的某一处 等着上帝发现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会有什么反应呢 嘿嘿嘿嘿 终于达到我的目的了 这两个小傻瓜 竟然不听上帝的话 反而相信了我说的 这下子啊 他们可有苦头吃嘛 哈哈哈哈哈哈 嗯 波波 你有没有感觉到 园子里刮起了一阵凉风耶 糟糕 上帝出现了 真的耶 上帝来找亚当和夏娃了 嗯 他们两个人呢 怎么不见踪影啦 你看 他们躲在那里 他们两个啊 应该也发现了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 不就躲在树丛里 不敢出来见上帝吗 亚当 亚当 你们在哪里 上帝 我 我 我们在这 咦 你们为什么躲在那里呢 因为 因为 因为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就觉得害怕 害怕 亚当 你们是不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了 上帝 那都是夏娃叫我吃的 不 上帝 那都是狡猾的蛇叫我吃的 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 现在 你们已经犯了大错 唉 上帝的表情好哀伤 上帝的心里一定很难过很伤心 到底他们两个犯了什么大错呢 亚当和夏娃因为不听上帝的话 而相信了魔鬼的谎言 犯下了一个大错 那就是啊 让罪 进入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也让罪 进入了人类的心里 唉 可是我觉得 上帝应该要处罚蛇才对啊 他才是最邪恶的 最坏的人头呢 波波你看 躲在一旁的蛇 已经被上帝发现咯 你这个害人的东西 我要诅咒你 从今以后 你必须用肚子走路 一辈子在地上吃土 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阿 上帝不要 阿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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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娃,将来你生孩子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痛 上帝,我错了 虽然上帝很爱亚当和夏娃 但是也必须让他们知道 违背上帝的话,可是会受苦的呢 那亚当和夏娃是不是就得离开伊甸园了啊 是啊,他们两个已经不能继续待在伊甸园里了 不不,你看,上帝拿了两件皮做的衣服给他们穿呢 这两件衣服,你们穿上吧 皮的衣服可以使你们保暖 也可以保护你们的身体 亚当、夏娃,再见 老大你看,亚当和夏娃哭哭啼啼地离开伊甸园了 嗯,我也想哭了 嗨,伯伯 其实啊,上帝的心比任何人都还要伤心难过 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离开 就代表他们和上帝亲密的关系就这样子断开了 难道都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补救了吗 上帝的爱是五条件而且永不停止的 虽然他们离开了伊甸园 但是上帝有更伟大的计划 要使人类恢复和上帝的亲密关系哦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上帝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 嗯,是的 就算我们做错了事 不听话 上帝对我们的爱也不会改变 小水手们 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 当你们啊,让你们的爸爸或妈妈生气难过时 或者是害上帝伤心难受的时候 谁会是那一个最开心,最幸灾乐祸的呢 那当然就是阴险又狡猾的魔鬼啦 魔鬼最不喜欢我们听上帝和爸爸妈妈的话了 他希望我们犯错 不希望我们做个乖巧贴心的孩子 是的 就算我们做错了事情 不听话 上帝对我们的爱也不会改变 就像我们的爸爸和妈妈一样 虽然有时候我们调皮捣蛋 但是呢 爸爸妈妈还是一直的爱我们 我们一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漫天星星闪闪发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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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再说他就算在人中也要 他想穿你眼中的心花 只能够不离我回家 Twinkle, twinkle, let us start Leave me back to home with love Twinkle, twinkle, let us start 快靠岸咯,就要到家了 嗯,到家了 乖乖睡吧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祝福我 今天平安的到家 请差派小天使来保护我们的家 让家中的每一个人 今晚都有安稳香甜的美梦 Amen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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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